黃毓民議員 主席 我繼續就總目第37衛生署開支的部分發言 這是第二次發言 不過我要跟你說,因為你是代主席 我不會重複的 剛才主席主持會議期間 我第一次發言和我現在說的話 絕對不會重複 所以你不需要制止我講話 我告訴你,我不會重複剛才所講的 在衛生署其實大家看到 其實花最多錢 就一定是預防疾病的部分 江嶺兒 另外就是醫療護理等等 這個法定職責規定 大家都看得清楚 我們提到這個帳目委員會 根據審計處的行公量值報告 對這個衛生署 特別是長者健康中心 那個服務的提供 人手不足 另外就是醫療圈的管理 問題又非常之多 都一一列舉出來 我們希望在新的財政年度 在這個撥款 條例通過之後 其實衛生署應該針對 目前出現的問題 應該要加以改善 我想提一提 就是在那個巡查醫院那裡 因為欠缺人手 令到那些私家醫院 就可以亂來搞事 對私家醫院的監管和巡查 這是很多人都很關注的部分 最近我們財委會 就在這裡審議中大醫院 那個撥款建議 因為它是一間私家醫院 所以大家對於上一次 就是說現在對上一次應該就是 這個行公量值報告裡面 提到一些私家醫院的問題 其實審計處有些建議 帳目委員會的報告書 也都有很多建議 這些建議 我就不想在這裡 重新再一次去講一次 他們其實都很清楚 就應該根據這些相關的建議 就去改善的 另外一個就是 醫療安全問題 令人非常之擔心 衛生署去年巡查 即私家醫院的次數 就比前年少了 112次 但是又揭發了 四宗違規的個案 比前年又多 涉及的醫院 包括養和、家樂沙、香港、港安、 荃灣港安醫院 好了 衛生署時候 就說 我們發了一些書面勸諭給他 但那是完全沒有任何阻嚇力的 又沒有檢控 又沒有罰款 又沒有主動公開這件事 大家都不知道 如果不是說 我們去開聽證會 去問 然後他們作供的時候 那些相關的資料文件 你一定要提到哪間醫院 這個沒有在報紙公開指出 大家就不知道 那你就繼續給私家醫院很多錢 沒有檢控 沒有罰款 沒有主動公開事件 要經過傳媒 追查之後 才去披露 在一些違規的個案之中 最令人感到吃驚的就是 如何被揭發 曾經為病人使用過期醫療的儀器 包括通波仔手術的支架 病人手術後要復抗生素的防止感染 這些全部都做得不好 衛生署甚少主動介入調查 只會要求醫院提交報告 甚少跟進和有些懲處 大眾對現有的投訴機制和醫委會 那種醫醫相互的印象 已經是深入人心 你要教一些醫生 梁家流不在這 真的很難 我自己家裡也試過類似的 很慘痛的經驗 大眾對現在的投訴機制和醫委會 這種所謂醫醫相互 是非常之不滿 食衛局和衛生署 亦都是由醫生擔任首長 雖然我對現在衛生署處長陳漢儀 這位處長 過去他的表現 其實我們都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只不過內行 整個部門這麼大 每年要用七十幾億 資源分配有問題 以及工作實在太多 當然 接受服務的人 一定是對很多事情都不滿意 但事實上也是因為 行工量值出了問題 我們當然希望在這方面 政府可以增加撥款 但如果增加撥款 你又用得不適當的話 那增加撥款來做甚麼 譬如我舉例 長者健康是否很重要 剛才說的例子是很可怕的 最高要輪九年半 你才可以去健康中心驗身 接受他的服務 九年半 那又怎辦 對於家庭環境比較好的那些 當然沒有問題 一般的貧窮長者 特別是我們選區裡面 紅鴨 深水埗那些 老人家老不止 人口老化不止 還是窮 老不重要 老而離堅 老而離庫 老來大把錢 當然沒有問題 又老又窮 很多人說 不如死了他好過 就是這樣而已 但死也沒有用 死無葬身之地 那又是另一個問題 那些骨灰痕 現在有個草案 在立法會上 逐條審議 衛生署 當然對於避免干預 專業住主 這種態度 是很明顯的 處理這些醫療事故 很多時候就是 用這個 所謂 金漆招牌 上方保劍 頂住 避免干預 專業 自主 那你就由得他自己去搞 醫生 或者醫學會 醫委會 醫醫相互 另外一個問題 最近大家都看到 在流感高峰期 持續 最高峰的時候 累積死亡的人數 四百九十 近五百 即是創下近年的新高 衛生署使了四百萬 訂購了十萬劑 針對甲型 H3N2 瑞士型的新流感疫苗 最快 都要在這個月底才到香港 所以 因為流感變種 之前那些流感疫苗 就沒有什麼效 再加上香港那些長者 去注重疫苗 那個意願 不是很強的 政府在這方面 那個宣傳 又事實上是做得不好 對嗎 如果你看回總目三十七 衛生署的 那個 職能 各個綱領 所調裂的職能 巨勢無遺 對嗎 但是 為何 在這方面 譬如在 促進健康那部分 肝領三那裏 那裏 你是要做很多宣傳 對嗎 在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預防疾病那裏 都是 那這些 喂 為何 去接種疫苗的人數 會這麼少 對嗎 台灣 九成 所以台灣沒有死那麼多人 知道嗎 雖然說 現在的疫苗 它不是叫做很有效 因為變了種 但是 如果你預算去接種這些疫苗 如果大部分的長者 都去接種的話 那就真的可以避免 在一個流感高峰期 來到的時候 中招的機會 對嗎 還有死亡人數 是會減少的 沙士死二百九十九個人 那時候大家都如喪巧比 整個香港好像死成一樣 人人戴口罩 多恐怖啊 那段時間 你想想 我記得我在電台做節目的時候 每天就報死亡人數 但是今次死成五百人 大家都無動於衷 理由就是 哎 連連流感高峰期都死人了 不只是香港 周圍都是這樣 對 但是香港死得人多 當沒見事 當然我們明白 要在流感高峰期之前 訂購足夠 有安全的疫苗 這是不容易的 衛生室每年要因此 承受很大的工作壓力 我們知道 香港大學 微生物是 講座教授 袁國勇曾經建議 香港推動 科研製藥工業 自己去製造流感疫苗 這個建議 其實政府 都不妨可以考慮一下 我自己 因為我們是地區直選的議員 很多時候我們在區裏面 有很多機會 跟長者接觸 譬如我們搞了很多活動 每個月我都搞長者生日會 我一樣都蛇齋餅種米 如果我有錢 我都照做的 OK 因為地區上 這些也是 一些服務 但我集中的範圍 就是長者 因為長者比較多 譬如我們幫他驗眼 量血壓 這些例行公事 甚至乎我們幫他驗眼後 找人贊助他 去做白內障 也有 盡自己的能力 做得多少就得多少 在過程中 你會發現很多問題 對長者來說 醫療是最重要 健康最重要 是嗎 我們的長者 輪的健康中心 要輪這麼多年 那你說怎麼搞呢 是嗎 好了 那些獨居的長者 是嗎 他有病的 他要入政府資助的 這些護養院 又要等幾年 是嗎 等得來 就上天堂了 OK 所以整天 大家都看到那些數字 你上天堂 就比入這些 所謂長者的院舍 是嗎 那麼政府 為何不想辦法 改善這些問題 是嗎 另外 那個所謂醫療券 那個當然是一個 就是 有些人認為是得證 現在加到二千元 但是你看看這些相關的數字 很多時候 長者將大部分 醫療券 用在支付治理急性病症的醫療費用 是嗎 而不是用在預防性的護理服務 是嗎 自至二零一四年一月 大概有十個巴仙 即是差不多五萬三千個長者 未使用醫療券 的價值 超過三千元 累積金額的上限 是嗎 因此呢 就令到他未使用的醫療券被取消 而被取消的醫療券 去到九百六十萬 是嗎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衛生署 其實 他為了提高這個所謂醫療券計劃的吸引力 就將每名合資格 長者每年醫療券的金額增加一倍 2013年的一千元 就加到2014年的二千元 而醫療券的面值 也都由每張五十元 就改為一元 就將累積的金額上升 就提高到四千元 加強長者醫療券計劃宣傳的工作 例如在電台、電視台 去發放政府的訊息 和其他有效的渠道 加強公眾對這個計劃的認識 以及向醫療專業團體作出呼籲 尋求他們的支持 鼓勵他們的會員參與計劃 這些都是衛生署要做的事 但大部份這些工作的指標 都達不到 特別是那些所謂醫療專業團體 或醫療服務提供者 對醫療券的使用 興趣缺缺 出現一個很大的差距 譬如說 我們看到 衛生署實職的地方 包括在這個部分 主席 長者醫療券計劃管理問題 他向那些已經過了身的長者 醫療券戶口 即是那些已經過了身 他又沒有結束 衛生署繼續 向這些有關的戶口發出醫療券 截至到2013年3月 已經去世的長者 未使用的醫療券累積的金額 多少錢呢 兩億六千二百萬元 在2014-15年度 開支預算中 將這個長者醫療券計劃 預留撥款的時候 就沒有多加留意 即是上一年 上個年度 那個財政預算案 他將那些已經過了身 長者醫療券的數目 即是 計算在內 以至有關的撥款 就增加了九千二百萬 這個是上一年度 這些毛病 是不能夠重犯的 是吧 另外就是 這個長者 那個門診服務 這個呢 其實過去我們在立法會 很多口頭質詢 書面質詢 甚至乎 即是我們這些議員 即是 接觸到 即是在他的地區辦事處 接觸到 那些長者的投訴 這些呢 都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們記得在帳目委員會的相關的聆訊裏面 亦都 特別就 這個所謂長者的門診服務 專科門診服務 就提出很多問題 是吧 那麼 醫管局 衛生署 還有食衛局 他們都做出一些很正面的回應 希望能夠去改善 主席 總目三十七這個部分 因為我還有其他需要去發言 那我就講到這裏 那接下來我會發言的呢 是就這個總目八十 總目九十四 總目一一二 總目一六零 總目一六三 總目一六三 總目一六九 如果有時間的話 就講多兩三個總目 總目一七 總目一 삼一三 谢谢大家